欢迎继续收看南岛新闻到第二关新电汇的大小时 六国红红国省看领域所用教育有很好的信号 对了卡丘也有有优秀的国家团 收藏扫描QR Code 幻露美食冠 后门口也有建立一座美食的公布兰 不是都有新的作品 让家庭不管是都可以看到 你的好和油点 好方也希望能帮助平衡的核心找到舞台 我不用你们有优秀 六国红红国省全校只有七十位的核心 虽然人们没有这个 但是学长利用跨领域的核心方式来教育核心 在学校创立卡丘队还有国家团 希望核心所得到的地址 跟台图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 让核心导演核心 我们发现在片项里面有一个很缺乏的 孩子们没有舞台 没有舞台 没有舞台也没有自信心 那自信心的培养 它其实是因着有一个需求 有一个需求 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孩子才能够去发展它的能力 利用跨领域的课程来结合 利用校定课程来帮助孩子定高它的高度 也借着家长们的掌声 家长们的鼓励 以及 帮助孩子完成阶段性的 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 串联起它的能力 在关于完黄东号的赞助之下 逢逢各小的校门口 兴建制作艺术工个人 有了这些艺术工个人 对了可以来展出学生的作品 营造艺术的风味 也后来到学校的家长 都可以看到红红国小的孩子 多玩学生的生活 一些家长可以参与的活动 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在上面 借着上面的图示 来告诉家长们 我这一年里面我学到了什么 我在足球里面我所经历的汗水 我在音乐里面我学到的音感 我在茶艺的部分学到了专注 各样的东西都借着这一个布告栏 能够让家长了解 学校教育的核心 不再只是内容知识 他必须成为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的能力 可以在生活中实践 去那里试试看 我坐上去的时候 我就把它做出来了 一只恐龙或是猫咪 其他动物都有 我的作品放在公布栏上面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让大家接看 好 中心和朋友 今天一个舞台表现 每一个核心都是最厉害的 会继续推动看领域核心 让家长有机会看到小孩的好处 做回高丽小孩生长 情感受朋友的主行星 现在是没有尝尝的 这个视频 在视频中 有没有尝尝的